来看到桃园市长张善震主持了年后第一场的市政会议 表示过年期间他对两点是最有感 包括了垃圾清运从大年初四开始 让垃圾量是减少了有两成 另外到大溪旅游的车辆比起去年多了6% 但是反映塞车状况的报案件数却是减少了三分之一 21号早上9点半 桃园市长张善震主持过年后的第一场市政会议 张善震特别分享过年期间他最有感的两件事 包括桃园市今年首次比照双北 年初四开始收运垃圾 让垃圾量准点率都有改善 比往年减少了20% 前两天的总和初四初五 加起来比往年少30% 正常收运以后我们这垃圾车准点率也提高 就是跟大家报告了说 不要一口气激在雨天很多垃圾出来 会影响我们的车辆 这个工作今天算是顺利 同时桃园大溪每年春节期间都吸引大批游客造访 今年农历七天廉价 大溪老街连续五天亮红灯显示人潮拥挤 老城区游客总人数更是超过20万人 张市长肯定警察局交通局有效疏导人流 民众110报案道路拥塞案件 反而较去年减少三分之一 今年往大溪的车流每天平均 比往年多 多了百分之六 但是呢 大家觉得这个塞车的状况不影响 跟我们指察就通报了 去年同期26件 今年降低了17件 少了三分之一 二句话说我们这些输入的措施 应该是有一些效果 张市长也提到巴德转运站周一启用 刚开始几天有明显塞车 交通局设计改善措施 改变停靠方式疏解塞车问题 将持续滚动式调整 提升民众满意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